这个河里面又涨水了 钓鱼的人又多起来 找了一圈 才找了我爸 在那里 光着绑子 哇 谁别人都穿着衣服 他光着绑子钓 钓了啥鱼啊 麻沙根 我们这里叫了麻沙根 这个鱼就只长得这么大 钓鱼最讨厌这个鱼了 因为这个鱼很小 他就喜欢吃东西 很多的这个鱼 找鸡馆 小鱼 这小鱼 这个鱼 这个鱼 翻子鱼 翻子鱼 鱼 翻子鱼那里炸的才好吃 摸了它这鱼是吧 好 张叔叔没充裕下来 我的蚊子 你把衣服脱了 背腿上背腿 你妈的手脚 它滚了八糟的 哈哈哈 刚刚还弄挖了 哎呀 老人拿这么大个鱼子 还准备了鱼大鱼 哈哈哈 现在苹果里在水管 放进的 只要摸到鱼 回家 今天晚上来吃鱼 你们肯定以为我要吃我爸 钓的那个小鱼 其实不是 其实吃来吃这个 大草鱼 这条草鱼呢只有一半 走费只有一半了 这个是因为 我爸的一个另外一个朋友 他在我们镇上的一个水库里面 钓了一条大鱼 然后他打电话问我爸 钓不钓到鱼 我爸说钓了两三个小鱼 然后他就说哎呀我钓了条大的 对吧 向我爸炫耀一下 然后呢 就给我们拿了一半 差不多应该有两斤吧 这个鱼它活着的时候大概有将近五斤的样子 然后呢今天这个大炒鱼就来烘烧 炒鱼切成块 切一点葱姜蒜 切一点青红椒切成块 切一点青红椒切成块 把这里面的葱姜蒜选出来 好了这个放在一边 待会儿用 把这里面的水倒掉 切粉 锅里倒一点油 油温七八成热的时候下鱼罐 鱼罐表面炸出来之后把它夹起来 放在一边让它凉一下 凉个几分钟然后再复炸一次 好了关火炸到鱼表面微微发 炸到鱼表面微微发 炸到鱼的时候就可以了 把锅里的油倒出来 稍微留一点在锅里 葱姜蒜 豆干酱 拿一点香料 拿一点冰糖 一点点熬油 炒出红油后下鱼罐 然后加水 炸到鱼里面去 然后这个鱼就不要去冻它 因为冻的话容易弄烂 烧了有五分钟了 开盖 拿一点香料酱油 然后加青红椒 这个放下去也不要冻 不要去搬它 一搬就容易烂 盖上锅盖 盖上锅盖 焖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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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加青红椒 菇菜 放下 rhoi 好 现彩舞 并不是吃一点 那么好吃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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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